新矿不让开 老矿也得关了 嗯 不是 那以后乡亲们干什么 就是干什么这三个字 想得我头发都白了 恭喜你啊 庞大书记 孟初啊 你最近有空吗 能不能回来一趟 我爸刚催我 你也催我啊 我有个想法 想要跟你共商大义 怎么了 想造反啊 你还共商大义 不造反 革新 我那刚刚上任 就遇到了一些困难 你能不能回来帮帮我 你认真的 当然是真的 电话里说不清楚 你回来我详细地跟你说 你就看在 我帮你完成人生首部作品的份上吧 你还敢提这事啊 你现在的困难和我现在这样 都是拍你一个片子拍的 人生啊 等他去经历一些事情 你是经历完了 不管这个过程是稀里糊涂 还是怎么样 你总是能从中 吸取到很多宝贵的经验 那我呢 我现在遇到过不去的坎了 那你是不是也得成全我一把 行了 等你回来吧 你 门头 怎么了 没什么事啊 可是你以前都只发信息给我的呀 可我今天就是想给你打电话呀 你是别想让我回去一趟啊 还有谁想让你回来呀 还能有谁 我爸同事忘呗 那你回来吗 我是不想回去 我怕我回去了又坑 可是呢 我确实又想你了 所以呢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会回去一趟呢 行 那你先忙 挂了 哪儿来呀 合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的杯子啊 你说你能不能讲究一点 要喝茶我跟你说 不用了 马上赶紧说正事 装什么气 你不是遇到困难了吗 说吧 我一定帮你 不过你得帮我一个忙 怎么 还有附加条件 这个忙你可千万得帮我 不然我真走不了了 行 那你说说 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 我能帮你的话 就一定帮你 行 那你赶紧把矿人的审秘手续给我吧 巧了 我找你的也是这一扇 我还想让你帮我稳住你爸 还有老蜘蛛 让他们不要给我压力 不要老想着去开心狂 老鹏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开什么玩笑 这是我的工作 是你先答应我的 我爸的脾气你知道 这回他是来真的 他把我信用卡都收走了 还逼我消房租呢 我那房子拿去开饭店了 是挣了点钱 可是那钱被我朋友拿去买房了 我还拉了一帮朋友去开公司 这帮人坐在北京等着我呢 我要回不去我真没法跟他们交代 所以这个忙你一定得帮我 大不了 大不了等我走了 你把矿关了都行 什么 等你走了再把矿关了 对啊 这样我俩不都打到目的了吗 我说方梦初 你在想什么呢 我要是能让他们动工就动工 让他们关停就关停 我还找你干什么呀 你可是保证人的一把手 你要都解决不了问题 那我该怎么办啊 地方政府的事务 他就是这么错综复杂 就算是我这个代理书记 拎着上方保健来 也解决不了问题 战不断力还乱 尤其是那些关键的问题 你必须得巧妙地周旋 找到最佳的突破口 这次啊 我们山区政府结合乡村振兴的发展 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 不仅啊 现有的企业不再批复 那些污染严重的 审核不达标的老企业 将都全部关停 新框不让开 老框也关了 嗯 不是 那以后乡亲们干什么 干什么 就是干什么这三个字 想得我头发都不开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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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